和珅是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 他的个人资产相当于清朝二十年的收入 和珅之所以如此有钱 和给他送礼的人是分不开的 一个小小的县令送礼时 究竟有多么阔绰 绝对会惊掉大家的下巴 来的 把正宝抬下来 送送送一和和和和大人 大开 请和大人过目啊 哪怕是贪污受贿惠惯了的和珅 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的金银珠宝 眼睛也是瞪直了 他不敢想象 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有如此的身价 看来大家伙那句话说的没有错 三年清之府 十万雪花银 而且县令还许下承诺 只要和珅能让自己升官发财 事成之后还有三万两银子筹谢 不过这件事情有些难办 主要是来送礼的这个县令 已经83岁了 清朝规定地方官员55岁就得退休 抬休容贵庚 故生 我不是故生 我是净世土生 我知道 我问你多大了 不大 不大 八十有丧 和珅当时就震惊了 如此大的年纪 还想着升官发财呢 还不如早点回家一养天年 可见清朝官员是多么的敬业 为了捞油水 这可是不顾生命危险啊 其实大家想想也知道 这么大的年纪哪有精力处理政务 最多也就是整天享受生活 把所有的事物全部推给自己的手下罢了 他最多也就是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他的年纪已经超过了上限 哪怕是想开国元勋 顾命大臣 最终的退休年纪也只能到七十岁而已 所以说这件事情不好办 和珅不想放弃他那么多的金银珠宝 只能让他回去等候消息 可是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难办 老头一脸等了好几天 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按耐不住的又去给和珅送礼 他又开出了更高的天价 高到让和珅无法拒绝 因为他送出了一块传家宝 是一块来自于秦朝的碧玉 和珅见钱掩开的回应 此次本官操办警察大计 万无一失 温大人静候加音吧 谢大人 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和珅居然破天荒地把这个老头 从县令提拔成了山西守备 守备在清代 可是正无品官员 放到现在 也相当于是地级军区司令 很快就引起了乾隆的关注 乾隆心想 这个人怎么生得这么快 难不成是个天大的人才 于是就把他叫到了金鸾殿上 当乾隆皇帝看到他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其他官员也懵了 你就是温国凯啊 我舅舅是你二哥 去备挖岁 我才是温国凯 你多大 舅不该挨打 挖岁开 满朝的文武官员 都嘲笑乾隆皇帝 这是从哪找来了一个侯 就这样的官员 还是正无品呢 难道天底下没有人才了吗 这就是和珅给他举荐的卓益贤良 这不就是耍乾隆皇帝的吗 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把乾隆皇帝当人看呢 和珅真的是目中无人 找这样的老头来当官 难怪清朝一直在走下坡路呢 和珅真是清朝的好官呢 葬送清朝没得说 为和珅点赞吧 乾隆皇帝发现 和珅就是烂泥扶不上正强 于是把选拔人才的事情 就交给了刘罗国 去年经查大计以后 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 成绩捉一者被宝举引荐 现已云集京城 此乃速正刚计之大事 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 办事谨慎 现升你为利部侍郎 替朕操办此事 利部侍郎管理着所有官员的升降 是个天大的肥差 这是最有油水的官位了 可刘罗国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员 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做出来的事情非常的正直 对于那些送礼的人 正眼都不瞧一下 大家伙也知道 刘罗国是个不贪污受贿的人 就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 每天就赖在他家门口不走 毕竟没有人和金钱过不去 总有一天 刘罗国会为了五斗米折腰 每天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刘罗国的管家想赶都赶不走 这些人表面上是大清的官员 暗地里就像是地痞流氓 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粘在身上想撕都撕不下来 刘罗国的家人 每天都跟送礼的人斗智斗勇 后来刘罗国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管家在大门口挂块木牌 警告那些送礼的人员 原来是一块木头鱼 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典故 叫做玄鱼太守 意思就是聚收礼物 大家伙的好意刘罗国心领了 可是这些礼物他一分都不能收 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听 导致刘罗国去上任都没法走正门 他只能从一旁的墙头翻越出去 可是在翻越墙头的时候 却扯烂了官服 可惜刘罗国是个清官 没有钱买多余备用的官服 他只能穿着破烂官服去上班 按理说刘罗国官位很高 每年的薪水应该也不低 其实刘罗国的薪水 基本上用来养活家人 剩下的买一些古玩字画 陶冶自己的情操 如果遇到患难的民众 他也会施予援手 所以刘罗国的家境并不富裕 很快刘罗国就走马上任了 刘罗国之前在江南担任官员 乾隆皇帝是新派他到京城上任的 官服的衙役 并不认识刘罗国 看着刘罗国穿得破破烂烂 还以为刘罗国是个江湖骗子呢 说什么都不相信刘罗国是新上任的 吏部侍郎 二品官员会传得如此寒酸吗 牙医直接说刘罗国是吏部侍郎的话 他就是高高在上的玉皇了 刘罗国看他们狗眼看人低 说着就要往里面硬闯 一行人就在这里发生了口角 人总是容易话赶话 从而大打出手 更何况刘罗国是充满血性的山东汉子呢 就在几人打斗期间 从门内来了一个管事的小头目 看刘罗国贼美鼠目的样子 二话没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直接关到了马厩里 这几个人不知道他们捅了篓子 直到和珅来拜会刘罗国的时候 才听闻有个罗国被关了起来 和珅心想着肯定是刘罗国呀 于是带着人急匆匆去马厩里解救他 咱就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更何况和珅跟刘罗国还是死对头 为什么和珅要解救刘罗国 于水深火热之中呢 难不成是有什么事情 要刘罗国帮忙吗 刘罗国面对和珅的请求 选择帮忙还是拒绝呢 咱们下期继续分享 视频创作不易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分享加关注 您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咯